在这一节的最后面 那两个字是什么 追赶 彼得特别用了追赶这两个字 表示说上面这些事情 很急迫 很奋勇 要义无反顾 马上立刻必须去做 其实我们想想 恶言跟诡诈的话 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出口 以至于彼得要这么的迫切 要我们赶快去改过这个问题 其实有个原因就是 很多时候我们说话 不知道说我们说出去的话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有个故事提到一个年轻人 很爱在人家的背后 说人家坏话 挑人家的毛病 渐渐的他发现说 别人越来越疏远他 他很困扰 所以他去镇上 找一个公认最有智慧的老人家 他问说老人家 为什么大家看到我都很冷淡 躲得我远远 我也没做什么 我承认 我喜欢说一些闲话而已 那么这个老人家就说 这样了 你看我们家的鸡窝里面 有很多的鸡毛 你把这些都捡起来 然后你走到这个镇上的中央 你一路走 然后一路就放这个鸡毛 在这个沿路上面 之后你再回到这里来 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还是照着去做了 等到回到老人家的这边的时候 天色都晚了 他就问老人说 我照你做了 那么什么意思 老人就说 好 现在你再去 把你之前放的鸡毛 全部给我捡回来 这个年轻人说 你开玩笑 你开玩笑 这个鸡毛早就被风吹走了 你要叫我上哪里去找 这个老人家就回答说 是 你讲出去的话 就像放下这个鸡毛一样 轻轻瞧瞧 不费力 但是当你回头要去找它的时候 已经不见踪跡了 已经散步到整个镇上去了 同样的 你说的话 也会很轻易地散步在人的心里 产生负面的影响 你也无可挽回它 请记得 没有什么事情会比恶言跟诡诈 更摧毁别人的生命 也没有什么会比这些更摧毁自己的生命 恶言是出于心中的恨 必定会破坏和睦的关系 也不可能会享受每天美好的福分 相反的 如果我们能够操练耶稣说的话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九节那边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意思就是 神要我们在与人关系的和睦 言语的和善当中来赐福我们 感谢观看